时间以来 觉得最精彩的一幕 刚才我说了 男嘉宾的这个选择 是极其少见的 几乎没有人这么选 他选择了我们的系统匹配 并且系统匹配的女生 在最后犹豫不定的时候 男生最后给齐了他那一点点 两个人牵手 我在这个台上最愿意听到 我觉得最浪漫的回答 千言万语 都没有三个字更打动我 叫我愿意 我愿意 祝他们幸福 有请下一位 一眼定万年 知识咸香甜 酸奶就喝 长知识了 大家好 三位老师好 各位女嘉宾好 我是王一卓 今年26岁 来自上海 谢谢 本嘉宾由更懂你的 世纪家园网推荐 来 选你的心动女生 男嘉宾在选择 心动女生的同时 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 制推女生 当他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 我们将公布 制推女生参与恋爱选择 港中阵蛋糕好吃不上火 爱之请回答 你的第一个问题是 我希望和另一半一起去加勒比海开启飞行模式 加勒比海 就是海盗出谋的那个地方 要去跟他去飞加勒比海的吗 不是 就是把手机变成飞行模式 就再也不要跟外界联系了 只有我们两个 哦 哦哦哦 你只有到了加勒比海 你不开飞行模式 有没有信号都两说 就是我在留学期间 其实身边好多朋友都有去那边玩 比如古巴 哈温娜 坎坤之类的 就在那边的确是经常会没有网的 然后安全性的话 我们基本上可以保证 因为会乘航去 或者两个人一起去 不一定要去出航 对 那些加勒比海国家里边 你最期待去的是哪一个 刚才你说到了古巴 是吗 哎 我还是希望去看古人 因为那里有蓝色的海洋可以潜水 刘畅 男朋友 你好 我想问一下 因为我是一个比较胆小的人 不是很喜欢冒险 就是我陪你去了那边的附近 然后我在酒店待着 你自己去的话 这样你能接受吗 我在酒店等你回来 希望你最好能回来 基本上除了酒店都是没有网的 如果你忍心 让我自己一个人走丢了怎么办呢 好吧 那你自己去吧 我太难了 我太难了 第二个问题 我不希望 对方在和朋友聚会的时候 把我撇在一边 你以前经常被撇在一边 我前任他在跟朋友聚会的时候 会让我在楼下的咖啡厅坐着等他 我等了一个中午 后来呢 他有没有把你领走 他结束的时候 的确跟我下午去玩了 但是我还是希望 能跟对方的朋友打成一团 至少把我介绍给他们 一个感觉不被认可的宝宝 2号 我想问一下男嘉宾 就是你指的把你撇开一边 是就是我一定要聚会的时候 带你去 还是说我在聚会的构成当中 你发微信 或者是你问我的情况 我没有回你 你指的是哪一个方面 我指的就是他 不是特别情愿 把我介绍给他的朋友 和朋友和家人 那如果就是你知道 我和我的朋友一起出去玩 然后里面所有的人 你也都认识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也外事有交代这种情况 你会怎么想呢 如果是次数少可以 但是我前任他是 经常不会把我 带去他的局里面 但是平时的话 跟我关起来是蛮好的 可能他不好意思把我介绍 一般来说 这种情况只有三种原因 第一 那些局上有他不想让你 见到和认识的人 第二 觉得你不太拿得出手 原因之三 他觉得你还可以 但是你们俩目前的关系 他暂时还不想 让那么多人 确认你们的关系 这三种可能性 你觉得哪一种最大 如果都不是选项D 是什么 我觉得基本上 可以确定是第三点 因为当时的话 我还是在刚回国的一个状态 没有工作 然后他可能觉得 需要我找到一个 非常好的工作之后 再把我介绍给的家人 和他的一个所有圈子 还是比较谨慎的一个女生 这就合理了 来 看第一条片子 无法改变生命长度 就拓展生命宽度 我是王一卓 海外名校统计专业硕士毕业 现就职于世界四大 会计师事务所之一 担任数据分析师 认真 高效 沟通 是我的职场法则 工作干得漂亮 生活也要玩得开心 社交账号分工作号和私人号 同事和我的生活 不会有太多的交集 我需要自己的空间 展现真我 释放真信心 走 带你们查查 我是重度游乐园爱好者 这里是我的精神乐园 可以尽情撒花 最喜欢刺激类项目 最喜欢的项目 一定要玩两三遍才过瘾 游乐园的幸福 不能用时间来衡量 我会为了玩一个项目 排三四个小时队 等待会让乐趣无限延长 穿贴合游乐主题的情理装 戴可爱的头饰 为你拍美美的照片 我希望和你玩遍整个游乐园 爱情千万不能端着 撒花越尽兴 爱情越牢固 我希望和你看一场烟花 当烟花在天空绚烂 绽放的那一刻 有人想到的是节日 是童话 是爱情 你想到的会是什么呢 喜欢玩游乐场的这种女生举手 看一看 一半 我发现对这个东西 要么就特别喜欢这种 要么就坚决不玩 很少有那种玩也行 不玩也行 你又是中毒爱好者 要排三个小时队 上去刺激90秒 我想问个问题 这是一个人自己去都可以玩的吗 我有自己玩过 但是排了很长的队 也是很尽兴的 他是自己一个人也能玩得起来的那种 但是还是比较偏向于 跟朋友或者是另一半一次喜欢 是男 你好 因为我是特别不喜欢玩 但我之前玩过 就因为我体验过之后 我就再也不想体验了 就是之前在游乐园玩过那个 那是跳楼机什么 就直上直下的 然后我下来的时候 我这个手指头都扣破在我的肉里了 就是可能是被吓的 然后我也觉得可能肉体上的痛 应该可以战胜过心里的这种害怕 所以我就再也不想体验 真的太痛苦了 宋芳芮 一次我玩了一个过山车 其实那过山车就是平常刺激一点 我都能接受 但是当时那过山车 我坐的是最后一排 他那个座位稍微有点松的那种 之后我坐下来 下来之后腿就软了 那个座位还有特别松的 有 真的有 是不是有那种特别胖 或者特别瘦小的不让玩 有没有这种 有的 很多项目都有上下线 身高和体重的一个考虑 身高 体重 它有个规定的 是的 作为这种类型游乐的重度爱好者 你对未来另一半 能不能和你一块去玩这个 有没有要求 我觉得不是一个必要的要求 如果对方对就是特别刺激的 不是那么感兴趣的话 我也可以跟他去那里拍拍照 打打卡也是可以的 玩一些西洋红的游戏啊 比如说 去游乐园下象棋 对 都不要看 23号 男嘉宾 你好 我看到VCR里面就是 你很喜欢乐园呀 然后很童真的东西 所以我想说 那您是不是在恋爱当中 也会是比较追求那种 童话般的恋爱 其实我追求向往的并不是童话般的生活 我爱玩游乐园是我比较追求刺激 然后比较爱拍照 比较有关系 这个童话般的这种爱情啊 它不是过山车 应该是摩天轮 那看上去场面比较浪漫 这个就是小朋友刺巧儿 刚才你这个片子里面 谈论了一个话题 就是工作和生活当中的平衡的问题 你有什么心得 要现场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我在工作和生活当中 是有两个号的 在工作的时候 特别认真的工作 把工作都干到一个比较高的标准 然后在生活当中的话 就是一个自己另外的一面 只有自己的朋友 还有自己亲近的人才会看到 贾茗玉 所以就是其实你不太喜欢 工作和生活有交叉性的对吗 玩得好的同事当然可以喜欢了 但是的话就工作是工作 生活是生活 不要搅得特别特别的 那如果说半夜你突然间 有工作的消息了 那你怎么去处理呢 就切换成工作状态嘛 但是我其实指的是 我自己的一个内心的一种看法 是把工作和生活 当成两个不同的方向去处理 好 谢谢 我下一条 从分手的那天开始 我每天都买一罐 五月一号到处的凤梨罐头 爱情就像阿妹喜欢的凤梨罐头 每一罐都有赏味期 初恋是大学同学 我们每天连在一起 约食堂 约自习 周末还约周边旅行 生活中只剩下彼此 慢慢地激情褪去 爱情过了赏味期 更多地成为一种陪伴 我们都觉得 未来没有任何在一起的可能 哭着商量好 现在好好在一起 毕业就分手 没想到 没熬到毕业 我们就分开了 爱情里如何保持长久的 互相吸引呢 两人相处 一起制造惊喜和浪漫 更重要的是 包容彼此的生活习惯 曾经谈过一个优秀的女孩 但她从来没有肯定过我 经常抱怨 刚回国的我 没有找到工作 她有点强迫症 室内摆放 要按照她的想法来 家里一定不能存放垃圾 夏天的空调 一定要开到27度 如果达不到她的要求 就会发脾气 但生活本身就很复杂 什么事都要有要求 真的太累了 我们分手了 我希望未来的她 善解人意 不要太作 两个人在一起 要有彼此的空间 适当保持神秘感很重要 我想起前不久 有一个男嘉宾 条件各方面都挺好的 死于空调温度 有个女嘉宾问 那夏天你空调 你打多少度合适 我打18度 说完这个18度 两秒钟 所有的灯一盏不上了 我说这个话的意思是 女生对空调的温度 比你能不能吃辣 能不能吃羊肉 这个事可能还要在意 因为这个东西 比吃在一起重要得多 对啊 你能接受的空调温度是 你好好回答 我能接受的是对方的空调温度 对方的空调温度 对方的空调温度 厉害厉害 说着十几盏灯想亮回来 杨姨大 您好男嘉宾 我想问您一下 就是您维萨里提到 两遍赏卫期这个词 是怎么定义的呢 就是两个人相处 在恋爱的过程当中 就是这个赏卫期 大概是多久呢 在您的这个定义里边 在我看来 其实赏卫期 它没有一个比较 规规矩矩的定义 就是可以举两个例子嘛 一个是当你等对方约会 等三十分钟 你却不会 就是有什么情绪上的 不舒服的时候 其实赏卫期还在 但是如果对方不回你消息 然后过了半天 假如说 你心里也不会有什么波动的话 那就感觉赏卫期已经过了 这是我一个小判断了 那你怎么维持 两个人在恋爱中 就是比较热情的 这样一个状态呢 我觉得就要 会知道一些惊喜 然后就是说会去约会 会去一些不同的地方 然后也会体谅对方 信任对方 这些都是比较重要的 14号 男嘉宾 你好 我觉得赏卫期 就是逆了的借口 我对待感情 就像港容争蛋糕 百痴不利 九楚无言 港容争蛋糕 我对你是真的 4号 男嘉宾 其实我特别想问 你在第一个问题里说 你希望你的女朋友 可以带你进入她的圈子 然后你在上一段短片中又说 你希望两个人之间 互相保持神秘感 不要太干涉对方的生活 这样不会有点矛盾吗 这个在某种意义上来讲 不是特别矛盾 干涉对方的生活指的就是 要保留一点点的神秘感 但是并不影响 让它融入到自己的圈子里 其实神秘感 早晚都会消失的 两个人在一起的话 重要的就是互相磨合 知道对方的缺点 而不是被一些外在的东西吸引 其实呢 我理解她用赏胃期这个词 这个词大约 就是在这个时间段 吃口味最好 但是过了这个时期 还是能吃的 它就会打折 但是呢 放在我们的情感关系当中呢 有那么一点就是经不住推敲 陈铭你觉得呢 肯定的 因为它就是大脑中分泌的 化学物质不一样 而且它是一个客观规律 都有这个很清晰的时间轨迹图 初期的话会分泌多巴胺 包括本基乙胺这些 你刚才所谓激情的部分 但是都有时间 如果这有一个包装袋的话 多巴胺的时间三个月左右 本基乙胺大概高峰期在两年 这两个一结合 基本上就是那个热恋的时间 就你看着它会心跳脸红一个时间 然后你看着它会很坚定 是一个时间 但就过去了 过去了之后 就变成内非态 催产素 这些代表着安宁 祥和 稳定的情绪 它是另一种亲密关系的层次 所以不同的赏位期限 是有不同的赏位方式 爱情在不同的阶段 会有不同的美好 但是你还年轻嘛 所以慢慢来 没关系 谢谢大家 感谢不是你 被我到最后 曾一起走却 走失那路口 感谢的是你 请过我 赏位期的话 它只是一个名词而已 并不是说到了赏位期 然后我就一定要分手之类的 而是在赏位期这样一个界限之前 我可以享受一个比较甜蜜的爱情 我希望未来能找到一个女孩 她能给我一些小的惊喜 这样更能打动我一些 最近一段时间 我观察到一个苗头 我发现最近一个阶段 女嘉宾留灯牵手的意愿 明显比以前要高 是不是因为春天呢 现在已经立过下了 但是是五月份呢 它到底跟什么相关 我一时难以总结 但是这个趋势 是让我感到欣慰的 准备 对 好